大家好,我是Kira 這支影片主要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個人的第二支獨立開發的APP小遊戲 Rolling Turtle 和滾拔烏龜 目前為止的雛形效果展示 由於這已經是我個人的第二支APP遊戲 所以這一次我選擇會把 比較多的時間投入在美術圖像的製作方面 因為我個人對根薩的工具熟悉度 目前是比第一次來得好很多 所以我會這樣做這個決定 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目前的成果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的主角Turtle 烏龜 他就是在待機的時候 他會有一些比較細緻的動畫去亂述呈現 包括他有呼吸的那個效果 他的身體會縮放 然後腳的抖動啊 他的眼睛會亂述的看向各個方向 然後包括有眨眼睛啊 然後甚至是像他在移動的時候 會有這個比較認真努力的表情 那除此之外 比較值得一提的就是 這一次目前為止的進度 有使用到前一次專案沒有用到的粒子 粒子效果 那粒子效果我們都知道 一般是用來製作煙霧啊 水流啊 或者是火焰啊 就是一些比較自然界 沒有固定型態的東西 那大家可以看到 等一下在滾動的時候 我們的主角Turtle 跟地面之間會產生那個煙霧 我來滾一下 就是像這個效果 那這樣會讓整個遊戲操作起來質感加分 並且會比較自然 那不過要注意一點就是粒子特效 粒子效果 它還蠻花資源的 所以其實這種東西也是適量就好 因為我現在這個場景 物件還蠻少的 所以可能都還感覺不太出來 但是到製作後期 如果物件開始變多的時候 可能就要比較注意 例子效果 我自己還蠻喜歡的 那 還有一個地方值得提的就是 我還蠻喜歡的就是 它從高速度下來的時候 我自己做 它會最怕會變 噢 對 在這個感覺 它只要掉下來就會 噢 對 那 呃 關於粒子效果的部分 我也會把製作的這個 它的一些參數的調整的設定 一些說明 記錄在我個人的部落格 給 有興趣使用 Gansar這套工具 開發的 很有作為一個參考 那另一方面也是方便我自己 之後要 回顧的時候 當作是一個筆記的效果 那就 謝謝大家的觀看 發 非常 很難 的 一 來 發